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一声点火口令 承载着神州11号载人飞船的火箭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冲天而起 飞向茫茫的太空 发射成功后 飞船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顺利将两名航天员送上太空 这也是自神州5号开始 中国第6次成功将载人航天飞船送上太空 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第一时间祝贺飞船发射成功 飞船预计于2016年11月19日返回 在轨驻流时间延长至一个月 是目前为止中国载人航天任务中流空时间最长的一次 中国也是继美国与前苏联后第三个实现载人航天任务的国家 中国坚持其航天工程是为了和平科考目的 但美国却担心 这可能演变成一场太空军备竞赛 专家还分析 中国与俄罗斯今年陆续表现出 可以制造拥有军事破坏力太空卫星的能力 温哥华卫生局官网日前发出公告 警告所有顾客不要购买或使用风太超市里销售的熟食 生鲜食品和蔬果菜类 据悉 该超市的部分食品可能感染了里斯特病菌 目前已经有6人送医 其中1人死亡 温哥华卫生局已就事件展开调查 并要求该超市及时停业 对此 风太超市董事长表示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风太超市的食品是里斯特军的源头 当局的处置决定未免太过草率 这对超市不公平 据悉 里斯特军常见于自然环境中 尤其是泥土 植物和生鲜食物等 该军在人体潜伏期约为3至70天 病症一般于感染后三星期出现 症状一般为发热 腹泻 脑膜炎和全身疼痛等 严重者会导致死亡 此前 北美最大的连锁购物超市Costco 也曾爆出部分食品感染里斯特病菌 而他们的产品却只是被紧急召回 同样的问题 不一样的处置方式 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这样的处理方式未免有失偏颇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已于10月16号启程 对加拿大进行为期8天的访问 这也是近上个月 家中两国总理的互访之后 两国间再一次的亲密互动 在此次访假日程中 这些中国顶级的企业家们 不仅将与加拿大的企业家一起洽谈商务合作 还将与加拿大的各级重要会面 据悉 此次访问团将重点考察 加拿大的政策环境 经济转型中的产业机会 人才和技术竞争力优势等方面 并且与金融 科技 文化消费等行业 进行重要的交流 上个月 在和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访问期间 特鲁多就曾许诺 将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 并探讨了两国开展自由双边贸易的可能性 两位总理的交往 无疑为此次代表团访家 埋下了伏笔 加拿大对于此次中国企业家的来访 可谓是相当的重视 魁北克和安纳略省省长 国家银行行长等都有出面接待 特鲁多也将在总理府邸 激见此次代表团的企业家成员 自由党上台以来 家中关系急速升温 此番高规格的接待中国企业家访问团 实则为两国充满潜力的贸易往来 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新的跨国发展机遇正在迅速崛起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油价和天气 油价明天保持不变 为每升104.9分 天气方面 明天多伦多地区有雷震雨 最低气温13摄氏度 最高气温23摄氏度 环球新闻热点传递华人之声 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和精彩内容 请关注CGCTV环球华语传媒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周三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